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随我离我小夜园 踏入雨点了成圆 我把好坏结姻缘 慈悲的坏草草原 微笑嘴京来收到千好朋友早安快乐 这段时间是我们主带在新疆人所提供的节目 我们想念志生条平公布 万百九点三个做到播出 今天这个风呢 哦 特别的 冬温刷下去又风又烫 老大人尽量穿到烤烤烫 人家说灌人拿来灌 你说 没有啦 人家现在没在灌灌灌 现在有那种什么 热包 就把顶ь剩下 把大概打底 就行了 我们现在算是有新思大的东西 不用像以前的去灌灌 烘灌 这如果这段天会冷 老大人真的要注意灌烈的问题 再来到血压高啦 血压低啦 话再说有一点 身体的侧格不严重 我们尽量冷冷冷 我们留在里面 烧茶忘喝啦 烧茶忘喝对我们有好处啦 因为喝烧茶会促进 血液循环啦 这样身体就会好了 那头腾升官 要安排这一道豆 到 作曲 李宗盛 真心有惊意空陰 恬恬晚故有造花有生意流 恬恬三千五六五支 千山九岗 海边边的五云传乎 我说一秒 连遥连万策 我落下屁一栽花照明星 生命 生股的梦想 你借记闻 回归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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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借记闻 回归梦 他说梅香师姐 我再来说跟你说就好了 我现在十一月就没有 你们在做法会 马仔开始要开店了 要做法会 我想到你们法会做什么 那一件事 那一件事 你在说的时候 我现在把你记住 我说是什么事情 他说你不是说你们做法会做什么 平安圆圆圈 王老师就已经走了 今年刚才第六年 第六年他也十一月二号 记住了 他说他十一月二号那天翁生的 十一月二号到了 他也是要做生意 要做什么 要做一个纪念 我当然会 我们法会做生意 平安福怨 也同样 会去他的开山堂 跟他这些所有的学生 都要去拜开山祖师 他说 那可以回想一下 黄老师以前跟他说 人家问的 要在他回答 在讲读 说给人听 他这样早六年了 我这样 如果十一月 我就去想到黄老师 如果你们开始做法会 我就去想到黄老师 那可以 再重播一次 黄老师 以前人家问的 尾底 还来说 这些新的 在灵修 要对一家 不好 我说黄老师说得很好啊 那黄老师 那黄老师 麻烦你再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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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名字就是 十七万 法会 刚才要开山 就要开山 那师兄呢 在怀念我们的 恩公主 黄老师 大师要有 我都把保留来 保留起来 你如果说今天他就要听 那也可以 那不然 那就把他放在十一月二五 那天 那天再来说 但是十一月二五 那天 有很多人 听到可能 心肝会生生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把黄老师请出来 他的声音 人家常说 撈他的声音 来砍化众生 开山 黄老师的声音 我感谢我们的李师兄 也感谢林师姐 谢谢你 怀念的神音 六年了 黄老师已经正经六年了 把十天地生中的地址 搞得很好 那让我们 好 黄老师 那我在这里 主委三顿的素页素席 大家好 好 真感恩 啊 刚才有素席 在说 叫我来说一段 在我们 去義兄弟兄弟 去健康 一段 今天 我 就用这个时间 我们来谈讨个问题 和秦来谈讨个问题 就是我們一般,我們在找靈修 靈修靈基,我們在這個問題 在最近我的一個體會 我來在電台上、節目上 來教主委,做一個教練 我們像你說,看人在帶靈架 有人就會跟旁邊配平 這個帶靈架,帶後有正確 這個沒有正確,這個亂靈基 那是怎樣亂靈基 我們在這裡還要做一個幾個分析 讓主委,如果在靈修 有在我們說會帶靈架的人 做一種經典 初期,我們說叫新佛遊園 然後去靈修 就去靈修 就去靈修 就開始會靈動 這當時就開始這時 印度的人的 就在觀念,很重要 還有一種就是 心不會有錯覺 心不會有錯覺 很多人 我看多數 多數在靈修的人都 坐下來 或是受到其他事實的欺凌 他就認為 這樣,他的動作 他就跌有神通 還是說,這就是 他就想說 我要緊跌有神通 看那些神安通 神怡通 他神通 所以說,地修這樣 就産成一個 極的亂象 這個亂象出來 亂象 所以說 戴靈架沒有神靈架 戴神架沒有神神架 在這裡我也要 等一段 以靈架跟神架 我做一個分別 來讓主委 主委所在做參考 這個亂靈 怎麼說要做亂靈 我們很簡單的一種分別 我們說亂靈 我們靈有情無情 這個我們也要去分別 就是說 他所做的工作 他帶靈架起來 不照這個理解 不照理解 不照理解 就可以說他亂靈 可以說他亂靈 怎麼說亂靈 像我們在開一台車 開車出門 明明就逆向行使 你也認為說 對呀 這大路這麼大條 水材我高 就 眼睛客客我最大了 就對了 所以說 這就說 無照到我們的理解 無照到這個 土力 土力 觀念 走 他起來 帶靈架起來 天下為有獨尊 這樣 什麼也我最大 我今天來跟你招 我帶什麼神 我帶什麼母娘 我帶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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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大 你們都要整個接架 這種 就可以說亂靈 因為這就 無按照理解 無按照 土力 啊 在我們說靈架 我們一般靈羞的人 會靈動 你不可以 會起來靈魂 你不可以 就以為說 這樣你就 摸一尊神 一用你 那這樣 我怎麼會錯誤 會 療療 那就是 要帶架 要帶不好 你就已經 起了狂懊心 一個很高昂的心態 就說我已經是 什麼神 這樣的心態 會反省你 一種的亂相 神 靈架 你分 就是說 我們的主靈 也好 你帶某一條靈也好 這都要不代表神 只是說 是怎麼 他起來分 他的意 說太主 或是他 說 我們說的是 沒有對一尊神 關上帝軍也好 憲憲上帝也好 這說什麼 還是 這個 女婦 或是 帶聖廟也好 觀音也好 這是這個靈 這條靈 跟你的主體 對這個神 對這尊神佛 有特別的因緣 你依這尊神佛 為那個 榜樣 在學習 要說學習階段 真是說 大家 在某一個書家書 他起來 就是說 這尊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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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代表 這尊神佛 我認為 不可以用 因為 這是他的目標 他要學習 就是說 這尊神佛 是他學習的偶像 他的目標 他叫這尊神佛 比較優延 這是不可行人的 所以說 他的靈感也好 他的本靈也好 就是 他會去 他這個公司的 腳步的 毛孕下去學習 是 他用這樣說 這尊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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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 要戴神佛 就是說 某一個宮頓 他的基督 辦事的基督 他所代的就是 他 他 他 某一個宮頓 某一個身佛 來補法補強 他的 平時的收費 就是要依他 身佛 為目標 這個基督 本身 要依他 身佛為目標 啊 平時 做人出事 就是要 收到 那個境界 很簡單的一個 道理 我們 沒有人說 開一間公司 你 你對你的 多無限的要求 絕對的 學長經濟 啊 你出事 說話要客氣 啊 對人要有 勒毛 這人 任務對一間公司 都會要求 甚至 會加他分連 甚至 加他分連 所以說 你要做一個 身佛的代言人 代言人 身佛的要求 絕對也要求 你沒有學他 到十十五分 也百分之一 也只能 心中說 哦 你是觀音 觀世音菩薩的 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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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觀世音菩薩的 代償代比 我們沒有辦法 完全學得到 他的代償代比 哦 任務人 要學得像這樣 平 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 你也尊重 愛護 他的百分之一 還是百分之兩 這樣你不知道 我代表 觀世音菩薩 做他的 像做他的外母 他的要求 絕對的 你的主婢沒有 他 要 出用你為他的代言人 哦 這個 這件很重要 所以說 在靈修上 會起來靈動 會起來靈魂的 有什麼事 要加金粉連 我在這裡 要跟主委 做一個提示 就是 不要靈感 帶起來 是因為 他什麼心 哦 什麼心 這樣 會起到狂暴的心 不正義 不正義 你靈魂起來 就要不扮事 你就已經起狂暴的心了 起狂暴的心 你如果 停留在靈魂的改端 有好處嗎 有 有 絕對有好處 好處在哪裡 我們現在的思想 你看 電視也好 這些 所有的媒體 在說 可以靈療 就是說 你的自靈 出來的靈魂 我們 當作一種 對身體的靈療 也有很大的好處 所以說 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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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 要很了解 啊 絕對 不能跟人家說 你帶靈魂 你的靈魂 你就有心痛 不太簡單 不太簡單 要有心痛 你要經由很大的 按部照辦去訓練 你要有很大的發心 他會得到心痛 因為 如果說 你有那些簡單 就得到心痛 這樣 你應該出事就可以了 你不用 訓練 你就會得到心痛 出事就有心痛 有這種人 有 因為他前世 很多人 他有 學習這條靈 學習得很好 最終痛 可以說 第一次 就是 帶到心痛 來要 救世 啊 在這裡 還有另外 一種 我在這個 宮殿 看很多 學習 來到宮殿 他的狂號 起在哪裡 我 台天順修 啊 要以台天順修 這個 名義出來 來宮殿 我 要請問 這些孫順修 你說台天順修 還是說台無順修 你有帶了天 你的天心 天意 有在哪裡 你的天心 你要合乎天心 他有辦法代表 雄聰 代表天 來順修 所以說 不要起了 太大的狂奧 這起了狂奧 對自己 對經過 社會 絕對無幫助 齁 正義 也有一個孫順修 齁 打電話來 講一些問話 他說 他 沒順 他怕很多 齁 這個 沒牛生 王沒牛牛 金沒牛牛的 他怕很多 他有一個孫順修 他問我說 怎樣他 他說 什麼孫順修 有的母 說 孫順修 你要天公路 先參 他一次參 母 也讓公順修 他說 我裡面才是 王母金廟 比天公更大 你要裡面先參 他參 外面天公路 他說 順修 到底是 哪裡都 我 我找這個機會 和主委 所有的 順修 有在拜訓的 這些 先進 我做一個 解釋 我們外面 所拜的天公路 我比一輪 來說 你裡面的 是 王母牛牛 金廟 母金廟廟 也好 像說 我們共順的老頂 就是母金廟廟 是怎樣 我去外面的天公路 心參 天公路 一般的 人員說 我拜天公 但是天公 不代表天公 一個 天公有三十六天的天公 有國將一方 人物三解十方的主宰 比論來說 你裡面才的是 我這裡 老頂來說 母金廟廟 但是這尊 母金廟廟 是可以說 將在 祝天 必勝共的 母金廟廟 並不代表 雙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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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廟廟 那尊 母金廟廟 這樣 你如果在我 講的 說要拜 母金廟廟 我外面也是有 設 外路 外路就是 要讓你 風景 雙聰 的 母金廟廟 跟這些 十方 這些 現金 這些 信物 之後 我回來拜 我們 將來的 母金廟廟 因為 雙聰 還有 真靈性的 母金廟廟 存在 母金廟廟 母金廟 無極天有 絕對 不是說 某一個 將來 所風景的 非常大 那 可以說 他排下來 這樣一通 他的 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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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某一種 書 的 這個 信物 並不代表 他是最 中 這個 政工 這個 母金廟廟 還是 王廟 金廟的 本身 這是他的 分靈 來 使用 所以說 在這個 代理上 來講 就是 要為 外路 天路 先參 先參 然後參 他來 這合情合理 這這樣才合情合理 你如果說 你裡面 菜的 身份 比最重的 比較大 這樣 就有 一項 我們想說 比較狂奧的 說法 如果這樣 在代理上 說不定 說不定 還有一項 就是說 有一些 順序 來給某個 公園 我家 或是說 我自己 公園 我服務 什麼 信物 所以說 你這個 的信物比我更多 我不用參加 這種 也不對 這種 合情合理就不對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你人為你家裡 還是說 你自己公園 那些大 的位 這樣你就閉門 什麼 你就不需要 出來外面 風土 來參演 你就不用 來人家公園 來做出 你無禮 北京的一個機動 讓人看見 所以 如果人家說 你公園比較大 你出來 要參加 你覺得 你對 你公園的北京 很簡單的就是 你要出門的是 你先把你 公園的 的 信物 或是說 你住的 風景的信物 你先把 風園嘛 先風園 自己去住 之後出來 你要去哪裡 風園 你也是 要把你的 煮賓果 我今天要來哪裡 請 某某信物 我的廟 還是我的 租信 請你 家族 報告 阿蘇我來後 我要參母牛 還是要參天父 可以得到母牛 天父的 價值 普照 這樣才合情合理 所以說 在這個 拜神 拜神 只要說 要走拜神 的道路 就是 要有理責 無法教理責 無法教道理 人家就說 你亂了 你亂了 所以說 在這 我要教主義 一言 寫這 終會 好意 促個修完 放過 兩義 不是說 要來做一個 古典人 是 學他古典的 例子 那些古典的 例子 我們都跟古典的例子 都忘記了 整個圓 就是要把我們這條厲害 修到 像以前 那,我們當時在山頂,沒有要收到來的是, 那年單純,那年,我們就說無汙染的一個令, 它可以說讓作為復古修緩, 絕對不是說復古修緩,你就會有辦法通天本領的背景正地, 絕對不要有錯誤的想法, 這樣你才不會說,讓我們看到這個復古修緩齡的, 在這裡叫主委復古修緩,謝謝主委, 這麼聽我們的節目,謝謝。 好久沒有聽到了,六年了, 沒聽到黃老師的聲音了,也是有一點懷念, 懷念,懷念。 他說這是真的有道理的, 黃老師雖然生態比較劣,但是他在說的是真理, 少許他聽,應該不錯。 我心恰恰了, 我心恰恰一朵就這樣說。 我心恰恰了, 想要同 creamy bent液。 我心恰恰尾是二爺, 我心恰恰, 買 masuk了這樣子。 温昏黄震气相随 天地万无此何写 苍生或复卷独猥 好寒长空醉与月 一道未终于的未归 无舍未 无舍不回 无舍未 无舍不回 无舍不回 天长地久 上山若随 拜 方老师呢 他们的基心 他跟安心愚 或是说安京的愚 跟安京、安心愚 会留很多相片 有的人说 那不把白白出来给人看 做一个纪念馆 那是以后的事 他以后开山再用一个纪念馆 王老师做过的事很多 无论是把宗教、刀山、 我们都把幽教、安祖、葬山 他的人是很正气 那也是 可以说是无人也好人的子 我们在这里 怀念一下 我们同样 这不照进行 我们现在在说 人来到这个世间 一定要有这个文殊主婢 要引渡我们来入到这个里面 叫做什么 人、伊翁 我们都是说 人是三宅之一 但是呢 人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今天孩子 失去到三宅之一 就是表示什么 连做人就做到不真正做 做人做到不真正做 有的人是怎么说 有的人说 要为什么做人做到不真正做 因为做人做到不真正做 做人的道理 我们说不好北部也好 放母、放姊 顺利 顺利喝酒 有的人 要还有 把自己的生命 残命 把它损失掉 我们突然说 不可以 生死一粒经济 你看我主杀的人有多少 对了 孩子 跟北部丸家 吊刀 就需要北部看 烧炭给北部看 这都不对 因为我们人 没有做到三宅之一 他就表示什么 北部 虽然跟我们生 如果我们有 環境上的问题 我们也不能转参北部 这跟我们的因缘有关 跟我们路易生的因缘有关 什么样的高部的人 会出事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人说 出事去奥英经 他们那里 吃好、穿好 老婆、老婆都拼了便便 还存在几个月 亦来亦去的 财产福音 问题是你没有福报 我们没有福报 出事在善良人家庭 我们一定要如何 人家说 穷人孩子要找当家 就是要更认真 更打拼 要翻转 翻转 如果北部没有福报 我们做小孩的人 状态要更认真 状态又要怎样 要再生存 我们的祖审、生存 我们的祖先 让我们的祖先 要在那里安慰 这就是在说 人 你来到这个人世间 你要成为人 我们讲心中无尘嘛 人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现在说 人 上天要给你们考验 要做自己 为什么要做自己 我们有时候 我们经常说 北部 有的刚才会到的 不要给你教 有的刚才找到的 也不要给你教 你出事在的 妈妈眼睛是 我们的盲人 她没办法看到你 她没办法教你 只能讲话 有的是哑巴 她看得到你 但是她没办法 用讲话来教育你 那都是因缘的问题 但是这种的北部 你可以对他靠去买吗 没有看到的北部 或者我们眼睛 没有看到的北部 你可以对他靠去买吗 这个不讲话 会到的老爸 还是会到的老母 你可以对他靠去买吗 不可以啊 上天给我们的考验 我们是要做什么 哎哟 享福心 享福你的心 不要挑剔 不要挑剔你的父母 不要挑剔你的兄弟姐妹 不要挑剔你 为什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 为什么会跟这种人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 都不对 我们都不能去批评 为什么 你挑剔他 你就是因为跟他有因果关系 所以所属一欧嘛 全部给你关在一起 因为他的成就 还是因为你的成就 你看不起他 瞧不起他 都不对 所以我们母娘要告诉我们 我们成功啊 你要去用你的嘴唇心 油温的心 不能去看不起 那个没成功的人 看不起没成功的人 不是成功 没成功的人 就是说他头上有自残的人 有残障的人 他本身有脑残的人 你应该不可以看清他 你看清他 你今天他看清 后来有人翻身再来 所以说你要知道 你的成就 是上天成就你的 还是你自己成就你的 是你自己成就你的 既然别人没办法帮助你 你就要自己帮助自己 记得 处世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啊 就能够渐渐的去明白 去了解 原来一个人的全能 是无比无比的大 为什么 因为全能告诉你自己 你可以去包容一切 可以去尽一切 尽一切 磨有两种啊 对吧 你要怎么样 用这一颗心去包容 你去遵循每一刻 我们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 在这边 也不能看到我们六千万象 也不能看到我们在路边 在同本的人 减加要跟爱 要去尽一切 要去尽一切 我们说小时有磨吗 有啊 磨就是我们的心里面 你做不对就是磨 磨有两种啊 一种是外磨 一种是心磨 外磨比较好感觉 心磨比较困难 他会来缭乱你的心 会让你看到人后的事情 都没有判断力 失去了意志 没有办法辨别真假 等于走入黑暗 失去光明 那我们要怎样赶紧心 要怎样承来 你要拿吃智慧啦 所以我们经常在说 当下 我们什么叫当下 有的人说 以前 我们可以真正 悟到 阿弟也说 放下多多 入地生佛 这就是在说 收到有一种悦境 不如意 一些粗粗动动 这都是个人的晕炎不一 有的人要修 但是心里又有障碍 内心磨葬又很深 但是为了下 要下功夫 你要耐心啦 多多感恩 忏悔 人有很多 无名的乐障 需要用忏悔的心来赎罪 每天起来 像这个无名的乐障 说声抱歉 对不起 有颗感恩和忏悔的心 在修道的路上 会比较顺利 所以我们经常在说 不要怨天 也不要尤人 也不要怪上天 都不要 要么要献出一份力量 去改变他 所谓扭转乾坤 要化怒气为祥和 有时候 要造就你 就是要有一点的抗炎 你要造就你也要有 你自己一点抗炎 给你一点折磨 你必须心存感恩 因为经历苦难 智慧才会提升嘛 没经过什么风波 没经过什么抗炎 你才有可能说 这样我们就有成果 所以你要努力向上 自然就有成果嘛 所以我们说 不管你的气焰有多高 你的气愿有多高 还是说人家把你措措你的锐 你都不要想太多 老天是最公正无私的 所以说不可能说 每一条路都走不通啦 做个人要有不同的抉择 没有说每一条路都走不通 这一条路走不通 还有另外一条路 所以说 一旦抉择要谨慎小心 一旦决定了 就不要后悔 我就这样说 一旦算得了 这样你的一生就会防防不安 像说我既然算得入党啊 人望啊 我要做母娘的好人的儿子 我就到底没效悔 遇到有关 有难关的时候 先不要急 不要防 所以母娘就在你身后悲嘛 目标确定了 动身之际就要不如死命 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过程 有的人是坎坎坷坷 有的人是起死还好 所以说人呢 上天主悲 一直在把我们抹着 让我们生中 所以我们的地匪的抹抹 是一种上天的安排 真正的开悟就是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 都能从容的活着 叫做真正的开悟 真正的开悟就是这样 不然我们真的说 我们怎么开悟 我们怎么开悟 你要开悟 还是要静下心来 听听别人的意见 好 有谁在讲道德 道德章 我们说到在台国 是大国 好 人家说 奇鬼不神 鬼欲能安守本分 而不会有害人之局 在台国中 在台国欲向台先 遗到立天下 遗到立天下 既神不神 非其鬼不神 既神不上民 就说到这 我们说 我们人家台都来 对立天下 国家人民 都可以 得起立 也不乱 阴阳丢队 也会受基础 不辽软人肝 不仅鬼也可以 国安基础 国安本分 心也可以 安守基础 不敢乎 上海人肝 那当政党 在天下的时候 天地尖居 蕴含了道德之正趣 人生若向道 主持正趣 时常更 都包含在你的一心 所以人家说 照慰照慰 鬼神堅持竟子 由既有 既有处理 它会来撩乱 不可能会来撩乱 所以说 当政党衰弥的时候 天地尖居 就会越多 人心如果背道向血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会越多了 就像我们人一样 不做好的时候 吃毒的时候 越多 你吃那一堆 那一堆 是怎么说 因为 越多人做不好 事情就越不好 越多人做不好的事情 这个时候 就越来越乎越多 就是同样 生气之气 出淹气 那一气 就是心念所做的 导致善神远离 所以我们现在说 他会去拜不到真心 拜不到真心 拜不到真心 心情看你都不做好 不愚好 所以说非基神不相敏 生人也不相敏 他说你都不做好 你都现在神 你看公廟 现在公廟 你现在神 就用那天气 安安的 天气 安安的神 走不出来 对吧 神走了之后 你也不知道 天气安安的 天气让别人拆了 跟我们头疼 所以说 平常在那儿找那儿 我再收一根香 早上再收一根香 神 善神为我们的婉离 因爲 我们看到八世 本来这些所有的万人中生 对神的尊敬心 也没欲神 就只要求保密而已 吐香菲 我娘要做兵 割一根香菲 我娘要买一台奥巴 来割一根香菲 不要让他站在外面搬 不要让他塞车出事 我们去找的都这样 去救的也是这样 变成说 神明 他看你们都不愚 你也不愚学习 不愚神 祖鼻 他要用正力 教化他天下 无数无误 但是只有 但是我们教也有人 你看 土地公廟也是 阿伯也是 去找冠的 阿公廟的神 都用去那些冠的 冠的更多 整个神 是怎样 会造神 和祸害 因爲 那些神 让你们跟他拠 拠过来 就感觉不愚意了 你若不愚学习 做神 你跟他拠到这里 要做什么 所以一尊一尊 神一尊一尊 等到天上 现在那些摩 说不错 你看 人家拜拼 拜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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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有幸福 阿伯 这样 就拜到那里 就变成了 那里面 鬼 鬼到神 都淡淡做好 没神才有鬼 所以说 靈鬼神 有佛 不靈奥 神 离得太远 我们的心跟他离得太远 我们就好像有想要求他 才会去 没想要求他 才会去 有想要求他 才会去 才会去 有想要拜 我如果要去家 我就请两尊 在我们家座位 阿伯 或是要娶媳婦 要娶媳婦 要娶媳婦 拜天宫 这样 我们的心 才能利用 是这样而已 便宜是这样 要求香菇 那里 过年来 按一个公平 我们老是说 我们的 就做这样 心气 他先 蜆蜜蜜蜜蜜蜜 但是欠心 会把我们教会 没有 但是心气 我随便 有 你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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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便 就是在说 心灵的 性人之地 对我们人 会做成帮助 但是 如果我们不因为这样 我们的心情就没有做会 我们心情的 也没有做会 因为我们没有在修学 我们没有在上经 我们平常时期 没有在上经 平常时期 我说的最简单 就是这样 公廟就是这样 反正 我们小孩要做兵 我就来叫香菲 保平安 这样而已 我等下 我带我们小孩 来拜拜 感恩 这样 他的一个心灵力 一个心灵力 我就来 来跟他 这样而已 所以说 夫为良不胸胸 顾得高贵恩 就是说 世上 神災天 他生物有得 神災为 于佣民为心 神之所欲神之 善应于不胸 性人之所欲为性 所以说 善地是无为 神于不胸 应于天地 既得所欲无境 所以说 生人无为在于天下 既得所欲公代 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拜神明 才是这样拜 生人之地 他心明之地 他心明之地 心明之地 他生人之地 叫我们说 这道经要拿来念 那心明的切要拿来看 你不知道怎么办 心明 你都没有心明 你就只知道心明而已 但是心明 那就是刺客的 你教他没食材 就是因为你教他 怎样没食材 你都不知道他的律师背景 你也不知道他怎样 行行行善 你也不知道他怎样 修修生 整个 都没有 那你说你拜他 他就跟他说 你去合一 就是你把我 你把我 你去会跟我合一 跟心明有合得 就是你有作公帝 跟我一样 所以 一天地高鬼 是天地合得 日月高鬼 日月合一 日月合一 五行高鬼 五行神殊 六期高鬼 日六期相生 鬼神高鬼 日鬼神高鬼 日鬼神国神 阴阳高鬼 是阴阳流通 世国天地之阴阳 鬼神一家乡 国家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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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这都跟他做头的人有关系 所以他跟你说 得一高鬼 高鬼一处 就是在说 两德交过一德 一德交过一道 一道天地自大 大国 日台国 就特地很容易 所以文中所为都不相相 就是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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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义里面 鬼神一所为 来阴阳之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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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靈一天地万物之力 靈一鬼神佛福之吉 一度念一天下 所以说你这间廟 如果很多人在拜拜 人家经理得很清晰 万物的感应不可以啊 国立基礎不 国立基性 所以说这个神 神主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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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在那裡做什麼? 在那裡頭巨 後面看還有在那裡頭巨 心中子陰氣、睡日不醒 心中子陽氣、心子不睡 就看到那些神 你不會覺得那些神很偉晨嗎? 就是心中鬼神之道 我們先說人為道性 跟我們人的性是一樣的 性是心之丸 它代表立性靈之金 神經一樣,一生氣是陰陽也一樣 所以你去到一間廟 人家在管理的廟 到沒有管理的廟就差很多 所以我們說 這中就是在說什麼? 性是心之丸 它代表立性靈之金 一生氣是陰陽之做法 所以我們說 近代風味 美秀不是 所以我們在台國的人 雕和牽煙 就是在說公園 牽煙 美秀不是立台島 他正貴神 了無處 生命美悠高音 心中子天下國家 美悠不敵 所以就是說 在國中 我們今天就說得完 說得完 這主要是要跟我們說 這個 這個神跟我們人的對應關係 神跟人的對應關係 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知道說 土地經你有帶 土地經就有路營 土地經你如果拿起來擺 土地經也沒有路營 無妙經你有帶起來 頭無妙經就有路營 是怎麼說? 最沒有啦 他還會讓你轉兩次 頭革轉兩次 無妙在說的 你也要聽下去 所以我們說 土地經是人是無頭無妙 讓你聽起來 感覺說很親密 所以道德經藏真廟 他會說土地經中中真廟 無頭無妙也無心 奉下佛下 靈江後 就是敲返一真人 所以我們說道德經 道德經是深 但是他可以全說 為什麼道德經很深 他可以全說 可以啊 可以把道德經全說 像現在 沒想要這樣說 就只有千歲 千歲就是要讓你聽 有了 所以有時候 我們聽說 人呢 不管說是 我們的 土地經 如果我們平常是要去念 像說關廟中裡面 這樣念說 土土地經非常多名 土地經非常多名 土地經非常名 無妙天地之事 有妙萬不之妙 國上無欲以關其妙 最優欲以關其妙 初中才當出自於妙 當為自善 善自優善 中妙之妙 家他就有改善了 改善他就有改善給我們聽 所以咧 我們努告 土地經 如果我們多少少看 多少少看 我相信 我們一些很多 很多孫子 你們也會 會遇到 很好 很好的主公 因為 會剛才很好 的這個棋域 為什麼 我們經常說 奇奇怪怪 什麼叫奇奇怪怪 是因為 我們沒有去接觸 所以我們如果接觸 你就會覺得 越燙越來越有趣味 所以我們必須說 我們的香品 香香款 索查說 沒有小盤香普聯燈 我們如果是需要 我們來結縁 要結縁 我們要結縁 我叫他留空宿 明天在八點開京 就是差不多 我們八九點 我們上一部京 在三樓上 年後 就要下來 二樓開京 開京的時間是九點半 是八點半 是九點半開京 所以開京的儀式 是很重嚴 是非常重嚴 所以說 我們如果是要來對白 是說我們一些 小盤小盤 小盤小盤 今天有營 就要來 要來供應 把所有的這些東西 照顧位 這樣 可以早上 邱師兄很早就來了 也很感恩 大台家 開點多前 早上就說 有什麼工作要做 來跟我講一下 我來處處處理你的 所以我們就說 母娘 有一些女兒子 大家都很用心 真的非常感恩 如果說 家裡畢生公交台 沒有救助的地方 我們一月找衣 就是國歷的 這個禮拜 我們平安福縣 也請順利臨指導 感恩 製作 avez的 詞聲音 可唯食 是Soci 後面 曼 이야기 請順利臨 去晚餐 然後 快到 我的心是情 我的心是情 我的心是心 我的心是情 我的心就是情 心是心是心 我的心是心是心 我的心是心 是心是心 漫漫修寂寞的心 这双声歌不太听了 听了一双 人类的每一只手都有五根手之头 我很多事情必须要以后 这五根经头通力佛做才能完成 他们一直相亲相爱 互敬互助 某一天 那五根经头却为了争论是老大 完结起来 大句话就说 当人们想要表达我是第一的时候 我就会伸出大母子表示赞美 而且我排在最前面 所以当然我就说老大了 这食指不甘示热的说 他说足够一来 面衣食为天 所以人在品尝食物的时候 都用食指去问问 尝试 谁见过人用母子品尝 那个味道 有时候我这个食指一生 指向哪个方向 所有的人必须朝向那个方向 所以是我最有用 食指说我比较有用 我如果把你们比当兵 你就走当兵 比塞兵你就走塞兵 那如果要问减的 要问看有减也不减也不减也是用 用帝宜在食指去问看有减也不减 这宗子更加不服气了 如果你们主席看看五根手足头中是我最长 还不说明一切 所以我最大 那无名子也很不客气 他不满意的说 虽然我叫做无名 但无名才是真名 在很多人心目中 我都有着无法替代的意义 你看所有的结婚的人都会把赚罪挂在无名子上 所以我是珠光宝器 而且去寄托人生最重要的承诺跟情感 所以我才是最重要的 哇 啊四根手足头真的不可开交 小拇指却一直不开口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 大拇指终于存不住去的问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 没经验啊 最没经验啊 你无意在那边不要说话 我最小啊 而且位置也在最后啊 哪里能够跟你们比啊 哦 是这样吗 那大家听听 这个小拇指能够真正认清自己的位置 有几分难得自知之灵啊 但这个时候小拇指又开口了 我知道自己很渺小 所以努力的向着圣选靠近 当我们心存谦卑恭敬 双所合十对佛子的时候 是我最靠近圣选 啊 所以说 五指当然都很大 但是社会上真的老大 那不是理见不鲜吗 五指试图通过排名 来确定自己的老大位置 但是真正的老大并不是用身份的高低 排名的先后来衡量 而是必须有懂得尊重别人 包容别人的容量 这故事中在说小拇指是以一颗最千层 心向圣贤靠近 在达成助我完善包容的时候 赢得了真正的智慧的位置 所以是小拇指最大 小拇指最大 这样就好了 小拇指最大 小拇指最大